纵观历史 世界各地都曾出现过一些令人着迷又困惑不已的地方 从拥有巨人脚印的古老寺庙 到沙漠深处的失落之城 这些意义非凡的遗址 时刻激发着我们对历史的好奇心和探索的渴望 然而即使是有无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努力 世界上仍然有一些我们现在不曾真正解开的谜团 本期第四期的词 地球军就为大家带来了地球上最神秘的15个地方 它们中的许多科学家至今无法解释 新来的观众可以点赞和订阅小铃铛 以免错过精彩视频 话不多说 让我们进入正题 第15个 巴拉巴尔石窟 巴拉巴尔石窟是印度东部比哈尔邦的一组岩石洞穴 它们共有7个 其中最古老的洞穴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22到185年的孔雀王朝时期 它们由整块花岗岩雕刻形成 其中大多数都包含两个房间 一个用来容纳信徒 另一个则供奉着装有设立的佛塔 洞内光线昏暗 几乎漆黑一片 只有入口处才能照尽些许阳光 走到洞穴顶头大喊一声 经过多次回想后 你会听到与自己所说话语毫不相关的声音 时间长了甚至容易产生幻听 据说古代的苦心者们曾在这里昼夜不停地诵经修行 无法想象他们是如何克服这些难题的 当然也有说法是这种回音能使僧侣的缠唱或宗教仪式更具神圣感 这些岩石洞穴的切割工艺让考古学家们疑惑不解 因为即使是动用现代机械 要想开凿出像这样的洞穴 也必然要耗费大量人力物理 而且整个洞穴的结构是绝对的几何对称图形 各种尺寸就像是用卡齿梁过一样精准 更别提洞穴内部的墙壁还都被精心打磨和抛光处理 很难想象古代工匠们是如何做到的 巴拉巴尔石窟不寻常的特征 也引来了许多超自然爱好者的阴谋猜想 他们认为当时的技术水平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工程 非常有可能是得到了外来力量的帮助 甚至还有人提出观点说 这些石窟可能是古印度史前核战争的遗迹 它们被用来躲避核爆炸的冲击 虽然这些理论并不被科学界广泛承认 但不可否认的是 巴拉巴尔石窟至今仍笼罩着许多谜团 第十四个 永恒火焰瀑布 永恒火焰瀑布位于美国纽约州利数岭公园夜延西保护区内 一个瀑布下的小石窟中 自然散发出来的天然气产生了常年不灭的小火焰 它究竟是何时被点燃或自然的已经无从得知 这种独特的景色 堪称现代版的水与火之歌 因此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 燃烧的气体来源于地下400米深处的叶岩 因叶岩中普遍石鹰含量较高 岩石脆性较强 在复杂低硬力作用下容易发育天然裂缝 当天然裂缝与外界沟通良好时 气体亦在压差作用下向外界渗流 据研究显示 永恒火焰瀑布火苗处每天 渗流出约1000克以上甲烷和蚁丸等可燃气体 虽然地球上这种因天然气渗漏 而产生的燃烧现象并不算少 甚至还有一些地下的煤层已经自燃了几千年 但与瀑布结合在一起形成水火相应的自然景观 还是非常罕见 尽管有时它也会因水量过大或大风而熄灭 需要人工重新点燃 但游客们依旧乐此不疲 第十三个 不归岛 恩瓦特内特岛 坐落在肯尼亚广阔的图尔卡纳湖中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碱性湖泊之一 宝雨从外观上看 就像一颗陨石砸下的巨坑一样 在当地部落的语言中 恩瓦特内特岛的意思是不归岛 长期以来 这里被认为是一个受到诅咒的地方 任何踏上岛屿的人都将无法返回 众所周知凡是出现干扰电子设备现象的地方 都会营造出一种恐怖的气氛 恩瓦特内特岛也一样 一些人认为该岛是一个能量漩涡 这里汇聚了大量电磁力 所以才导致通讯和导航设备失灵 这种说法加深了恩瓦特内特岛的神秘感 1935年 英国探险家维维安富时前往该地区进行地质探险 他团队中的两位成员马丁谢夫林和比尔戴森在岛上失踪 半个月后维维安乘坐一架飞机在该岛上进行搜索 但没有找到他们的任何踪迹 这起失踪事件让恩瓦特内特岛变得更加恐怖 由于该岛地处偏远 加上其无法解释的现象和怪异的气氛 所以很少有科学家愿意来此研究 岛屿中心的火山口也令人恐惧 尽管一些航拍照片上显示中心部位 似乎有一个类似古代小屋的遗迹 但这种不确定性的危险 依旧让许多探险家望而却步 直到今天 隐藏在不归岛巨坑中心的秘密 对我们来说仍然遥不可及 第十二个 波浪岩 在澳大利亚西部海登城附近的沙漠中 有一片从地面向外伸悬的巨大岩层 它高出平地15米 长度约100米 由于外观就像一片席卷来的波涛巨浪 因此被形象地称作波浪岩 这片仿佛滔天巨浪高高掀起 并在瞬间凝固在半空中一样的怪石 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不远万里 前来一睹为快 亲身体验大自然鬼斧神功的魅力 它是怎样形成的呢 科学家认为 屹立在广阔沙漠中的波浪岩 在几十亿年前 是一块大部分埋于地下的大岩石 漫长的岁月中 含有各种化学成分的水分 渗入地下将岩石底面慢慢侵蚀松化 后来岩石周围的土壤被冲刷掉 被侵蚀的岩石底部露出地面 昼夜温差的变化再加上长期的风沙侵蚀 使得岩石表层被一层层剥离 并且在锋利的吹石作用下形成如今的形状 而波浪岩表面各种颜色的线条 则是由于雨水冲刷时 不光带走了表面的化学物质 还产生了各种化学反应 这些深浅不同的线条 使波浪岩看起来更加生动 就像滚滚来的海浪 据说它还被很多人称为世界第八大器官 现在更是成为了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第十一个纳粹混凝土圆环 几十年来 俄罗斯西北部摩尔曼斯克这些神秘的混凝土环 一直让人们感到困惑 这些奇怪的建筑是纳粹政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的 希特勒垮台后 苏联为了维护统治 限制了人们对该地区的访问 因此这些圆环的真正用处从未被公开 事实上对于纳粹的各种阴谋猜想从未停止 尤其是在飞碟实验计划的一些细节被公开后 人们更加怀疑这些混凝土环绝对不是普通的军事设施 一些理论认为 它们很可能用来停靠飞碟 或者用于某种反重力装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联军频频遭遇从德国方向飞来的 圆盘飞行器就是佐证 目前普遍接受的说法 是混凝土环 曾被用来当作火炮的防御攻势 由于跟不上军事技术发展 遭到废弃 不被允许进入 则是因为附近港口 是俄军潜艇舰队的基地 地球军也认为这种说法最合理 你们觉得呢 第十个 双生奇数 意大利皮埃蒙特区卡索尔佐镇 和格拉纳镇之间 生长着一棵非常奇特的树 也可以说是两棵树 只是其中一棵樱桃树 长在另一棵桑树顶部 它们分别来自不同的物种 以一种难以解释的方式共存 当地人称这棵树为卡索尔佐双生树 没人知道这棵樱桃树 是如何在桑树上扎根存活的 可能是有鸟 将樱桃核掉落在桑树上 然后樱桃树穿过桑树的中空树干 将根扎入下面土壤中 一棵树寄生在另一棵树上的情况 以前出现过 但寄生树通常很小 成长受到抑制 而在这棵意大利奇树上 上面的樱桃树 像其他正常树木一样高大 下面的桑树也没有受到影响 这在寄生生长领域非常罕见 不出所料 这棵奇怪的树 已经成为该地区的一个旅游景点 当地人不得不用栅栏来把它围起来 避免尤克离的太近 破坏它们的生长环境 一些研究人员 希望揭开它们共存的潜在秘密 以及促进这种罕见现象的潜在机制 这也许能给植物学领域 提供一些宝贵的见解 第九个 甘吉瓦普 甘吉瓦普是美国康涅迪格州 格罗顿市的一处考古遗址 有多个石室 石环 岩石堆 美洲原著名文物 神秘的石刻 石器文物 以及数百件殖民石器文物组成 多年来 各种定居者采用并重新布置了该地点 所以很难说它起源或结束于哪个历史时期 一些人把他们和结构相似的爱尔兰纽格来齐通道墓 联系在一起 并且认为古爱尔兰人早就踏上了前往新大陆的旅程 一些奇怪的理论 甚至认为甘吉瓦普可能是通往另一个维度的入口 因为参观这里的人经常会出现情绪失控 当游客经过附近一个被称为泪水悬崖的地方时 他们很可能被无法解释的悲伤情绪压倒 然后无缘无故地开始哭泣 一些游客也反映说 他们在这里感到头晕和迷失方向 手机也常常失去信号 虽然大多数研究过甘吉瓦普的科学家和考古学家 都认为这些奇怪和超自然事件 仅仅是游客们的夸大气词 头晕 情绪失控可能是因为地下沉积的气体 迷失方向和手机失去信号 则是因为附近大量的磁性延时沉积物 但对许多人来说 甘吉瓦普仍然是一个奇怪而神秘的古代遗迹 第八个 爱因达拉神庙 爱因达拉神庙位于叙利亚北部阿富林地区 属于铁器时代新西台文化 已有3000年文明历史 可追溯至约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700年的亚拉姆时期 这座古庙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地面上有四个巨人般的大脚印 每个长约一米 这些神秘的脚印是谁留下的契金仍是个谜 一对脚印位于门廊的石地板上 紧接着在前两个脚印之外刻有一个脚印 然后还有一个脚印在门栏上 似乎标志着神灵进入内殿 两个前后分布的左右角足迹跨度在10米左右 按照这个尺寸推测 脚印的主人可能有20米高 如果这样的巨人真实存在的话 那么他们建造这样的巨型建筑就根本不是难事 遗憾的是由于2018年的一场军事行动 爱因达拉神庙遭到严重破坏 所以这些脚印是否真实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得知 从古至今 巨人的传说一直在世界各地流传 一些地方更是被传出挖出巨人海谷的消息 那么巨人是否真实存在呢 虽然现在还没有确切结果 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我们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证据 皆是巨人传说的真相 第七个 哥伦比亚彩虹河 哥伦比亚的卡诺克里斯塔莱斯河 可能是地球上最美丽的河流之一 它位于哥伦比亚中部安地斯山脉东边 长达100公里 色彩绚烂 有五色河和液体彩虹之称 这一步寻常的景象 是由生长在河中的一种独特藻类引起的 它们像画家的调色板一样浮荡在河床上 根部牢固地沾附着岩石 在光线作用下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绿色 蓝色 黄色 橙色等 加上黄色的沙土和黑色岩石 就形成了彩虹河一样的罕见自然奇观 不过在雨季和旱季期间 由于河水水位不适合该属植物生长 很难观察到这一现象 通常只有夏季最热的一段时间 这些藻类才会大量生长 使河流爆发出惊人的绚丽色彩 其他时间和其他河流几乎没什么分别 之前由于担心人们大量涌入 以及该地区军事活动的关系 这个地方对游客关闭 直到2009年 一段大约30公里长的河段被公众开放 但考虑到生态环境的脆弱 所以这里制定了严格的环保规则 据说每天最多允许200人进入 第六个 巴尔萨克高原 巴尔萨克高原位于哈萨克斯坦的中心地带 这里是一个充满神秘的地方 巴尔萨克在突厥雨中 意为不归之地 几个世纪以来 这片高原一直充满着传说和奇异的事件 当地人警告所有试图接近这里的人 电子设备在附近失灵的情况也屡屡发生 当地人甚至传说 有一个部落在高原上待了大概一年的时间 当他们追逐草原回到故乡时 却发现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之久 因此有许多人把这里视作时间扭曲之地 还有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是 据说如果在这里待的时间久了 皮肤会泛起蓝色 虽然不至于彻底变成蓝种人 但却足以让看到的人大吃一惊 一些理论认为这些传说是当地的作家 和记者精心策划的一系列片剧 但由于时间太久 起源根本无法考证 直到今天 巴尔萨克高原仍然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神秘之地 印度尼西亚的卡瓦伊恩火山 以其明亮的蓝色熔岩闻名于世 虽然这种效果并不是真正的熔岩 而是由硫磺气体在接触空气时燃烧产生的 这里白天看起来和其他火山没有区别 熔岩呈现橙色或红色 但在夜晚火山泄露的硫磺气体在空气中燃烧 从而形成奇特的蓝色火焰 有时硫磺会带着火焰从火山表面流下 看起来就像是蓝色熔岩从火山上流下来 这座火山是世界上硫含量最高的火山之一 直到现在仍有人在这里手工开采硫磺 除了蓝色熔岩外 卡瓦伊恩火山口的湖泊也很著名 它因硫酸浓度较高而呈现出绿色 第四个 海利根失落花园 海利根失落花园是英国最神秘的花园之一 它位于英格兰康沃尔郡梅瓦吉西附近 曾经兴盛一时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它的所属家族成员基本都上了前线 花园就此荒芜并淹没在一片树林中 直到1990年 花园被重新修复 并取名为失落园 现在这片花园占地200英亩 是许多探险家 野生动植物爱好者的天堂 充满迷幻气质的泥人雕像 是失落花园里的著名标志之一 有当地的一对兄妹艺术家精心制作成 现在已经成为这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随着季节的变化 长春藤和苔藓的生长和枯萎 泥人的外表也会发生各种变化 深入其中 让人不由地怀疑自己是否来到了一座中世纪魔法森林 参观时间据说是在每年的10月1日 到次年的3月31日 每周对当地准证持有者开放三天 所以要想前往的话 一定记得提前联系 第三个 墨西哥太阳金字塔 位于墨西哥城东北 约50公里处的太阳金字塔 高60多米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金字塔建筑之一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1800年前 整个建筑使用了大约76万立方米火山石 和其他材料是特奥蒂瓦坎文明的宏伟纪纪念碑 但由于它们在公元650到750年间迅速没落 并彻底消失 而且因为缺乏史料记载 起源与灭亡至今仍是谜团 所以没人知道是谁建造了这座令人敬畏的建筑 即使阿兹特克人曾经继承并使用了这处建筑 科学家发现 这座金字塔的尺寸和方位都经过精确规划 其排列方式一面朝向北部的塞罗哥多山 东面和西面会在特定的日期面对日出和日落 这些日期与中美洲立法上的重要日子相对应 虽然目前仍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太阳金字塔 以及周围的许多神庙和纪念碑被烧毁 但大多数考古学家猜测与当地火山的大规模喷发有关 它直接导致了特奥蒂瓦坎文明的消亡 太阳金字塔于1910年被修复 这是墨西哥首批被修复的考古遗迹之一 虽然许多考古学家批评重建的金字塔部分与原始结构不符 但它仍然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深感敬畏 考古学家在埃及首都开罗以南15公里的尼罗河西岸一处沙漠地带 发现了一座4400年前的太阳神庙 这是有史以来发现的第三座古埃及太阳神庙 也是50年来埃及最重大的考古发现 然而在震惊之于考古学家 却发现了一些外形奇怪的建筑物 虽然它们普遍被认为是酿造啤酒的用具 但这种凹凸不平的圆形轮廓 还是不免让人联想到齿轮之类的复杂装置 以至于吸引了许多阴谋论者的兴趣 地球军专门去搜索了相关资料 从整体构造和其他辅助用具 看上去都有点奇怪 你们觉得呢? 第一个 卡拉哈里失落之城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 非洲南部没有像样的古代文明 因为他们从未找到过能证明古代文明 曾经存在的大型城市遗址 然而 生活在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边缘的人们却相信 非洲南部曾有一个非常古老的文明 它至少已有1.5万年的历史 甚至比古埃及文明还要古老 19世纪80年代 加拿大人吉利尔莫法里尼 来到卡拉哈里寻找钻石矿 在沙漠深处无意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建筑 包括一道长约1.6千米的弧形石墙 以及一些按照固定间隔堆砌的石圈 而且组成这些结构的石块 似乎都经过测量 很可能是人造的 然而由于补给不足 吉利尔莫未能充分探索这片遗迹 他们在离开前大致勾勒了废墟的模样 还拍了几张照片 回到欧洲之后 吉利尔莫写了一本名为 《穿越卡拉哈里沙漠》的书 书中详细描述了 他发现那座城市废墟的过程 他坚信自己找到了沙漠中的失落之城 这座神秘的城市也引发了众多探险者的关注 促使他们前仆后继 直到一百多年后都还有人陆续前往 值得一提的是 著名的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 他的外祖父母就曾花了十多年的时间 在卡拉哈里沙漠寻找传说中的失落之城 一些专家对吉利尔莫的发现是怀疑态度 因为他们认为卡拉哈里沙漠 不论是从水源还是地质环境 都不具备建设一座城市的条件 吉利尔莫所见到的切面平整的石块 可能是风沙侵蚀的效果 只不过他曾经在许多遗迹中 看到过类似的巨石墙 所以想当然地认为卡拉哈里沙漠中的结构 和他看到过的巨石墙一样 都是人造的 时至今日 卡拉哈里沙漠的失落之城 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以上就是地球军带给大家的地球上 最神秘的15个地方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